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次我们来讲租房攻略 也就是如何拿到两个地址证明 在美国办理一些比较关键的事物 比如驾照、吃牌照等 都需要两份地址证明 那么哪些信函可以作为地址证明文件呢 一般来说正规的商务机构或者政府的信函 都可以作为地址证明文件 也就是说银行账单、新卡账单、水电费账单等等都可以 需要注意的是 从同一家银行来的两封信件 不能作为两个地址证明 只能算一份 你还需要另外一份地址证明才可以 那么在租房的时候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呢 最简单的就是 接朋友的房子 家具和车一起接收 可能也很多麻烦 总的来说也是比较划算 在QQ或者微信上 有很多留学群、访学群 都有这样的信息 在一些地方性的华人网站上 当然需要您的护照的扫描件 有时候也需要您的留学证明文件 手续费大约是几十美元 两三天寄个办好 如果您是一家人同来 建议租房合同上写上所有家人的名字 这样大家都有了一个地址证明 考驾照 或者办其他事务时就可以用了 水电租约攻略 可以让朋友提前一个月 在水电的网站上 将账单的收件人姓名 改为您的姓名 这样您就会有了另外一个地址证明 等落地美国的时候 用上面两个证明 加上两个身份ID 就可以立即去办驾照 办持牌照了 地址证明的其他途径还包括 网购包裹 比如通过Amazon买本书 提前寄到您租用的地址 还有一个就是银行的statement 但是一般说来 您必须到了美国落地之后 才能开设您的银行账户 所以说银行的statement 一般来说比较延迟 大约的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除了两个地址证明以外 还有两个身份ID 一般说来 这个就比较好办了 两个身份ID 一个就是您的护照 另外一个就是记录了 您履行情况的I94表 I94表的打印地址 在DHS的政府网站上 就可以找到 我们也把它列在画面上了 总结一下 两个地址证明 就是租房合同 网购包裹 银行或者水电账单的信函 等等任选其二 两个身份ID 就是护照和爱旧斯 祝您落地顺利 也敬请订阅 点赞本频道 感谢支持